美麗樂為健保 真正的美麗 是由真正的健康開始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超級歡樂開心的早餐 然後呢我們吃飽飽有體力之後就要出去運動囉 我現在在辦的這個是燕麥 是已經煮好的燕麥 它雖然是澱粉可是它是非常優質 而且是DGI的澱粉 然後裡面的健康跟營養成分也比較高 所以它會比那些白米啊或麵類還要好很多 所以這次選擇了燕麥 然後你們也看到這裡有非常多的蔬果 然後色彩也非常的繽紛 那現在就來看看就是我想要挑哪幾樣 那麼我來挑一些這個粉紅色 然後我知道外國人他們非常喜歡加一些莓果 所以我這裡有一些藍莓 再加一些這個甜的 甜的香蕉 然後加一些堅果 一些油脂蛋白質 其實我們一天啊只要這樣一小把的堅果 它就可以足夠提供你一整天的熱量喔 好 最後最後一個 我們的豆粉 豆粉加水 淋上去 因為有些人他們燕麥裡面會加牛奶 那這也是相同的道理 那我們就可以加我們的豆粉加水 來變得很像豆奶 它也會比較輕量 然後比較好消化 有時候牛奶喝多了會有一點點heavy 對於跑步前其實不是那麼的適當 因為它脂肪是比較多的 所以建議如果你是運動前的話 可以加豆奶會好一點 國外我們吃的都是莓果 那我們吃的是比較多咬熱帶的水果 滿不一樣的風味 但是也是非常好吃的 一早起床看到這滿滿的水果珠寶盒 真的讓人心情超美麗 再加上這瓶綠油油的風景 讓我有了迎著微風想要騎腳踏車的想法 事不宜遲 我們出發吧 好舒服喔 而且非常的狹義 早上我們昨天就開始這樣子 我們可以連續騎個五天的腳踏車都OK 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好像還是需要持續我的三十分鐘計劃 好 那我就繼續囉 遠離都市來到了鄉間 就是要體驗這種輕鬆自在的舒適感 騎著腳踏車真的會讓所有的壓力完全釋放 真的是最棒的運動了 我前面看了一個滿陡的斜坡 我想不到這裡竟然有斜坡這種東西 真的不知道是田線跟一些稻子嗎 怎麼會有斜坡 好喔 因為我自己跑步啊 光是要跑上步已經有點難了 像騎著就更難 但沒有關係 就是當我最後的ending 來那個 我們這助跑 助騎一下 吃的健康吃的時尚 這就是我的LIFESTYLE 美麗樂活輕時尚 我們下次見囉